名为尤利西斯的艺人预言了黑暗天神毁灭地球 得到消息的复仇者立即安排人手快速阻止一切 在大战结束后 惊奇队长觉得尤利西斯的预言能力很有用 因此他想以后自己就按照尤利西斯给出的预言去行动 但钢铁侠托尼却并不认可惊奇队长的做法 他认为尤利西斯的预言能力可能存在不真实的情况 同时他更不认可惊奇队长这种在犯罪发生前就逮捕他人的行为 但一意孤行的惊奇队长仍旧相信尤利西斯的预言去对付灭 结果导致灭霸杀死了他的男朋友战争机器罗德上下 悲痛至极的托尼指责惊奇队长盲目信任尤利西斯导致害死自己的好兄弟 和惊奇队长大吵一架的托尼决定亲自证明尤利西斯的预言不可信 拿好梅菜扣肉饭烧麦蒸饺凤爪小龙包蒸排骨酸菜炒牛欢喜 精彩故事马上继续 视角来到一人族家园新阿提兰 身穿隐形装甲的托尼趁着夜色潜入了阿提兰 虽然身穿隐形装甲但他还是非常小心 经过一些时间的搜索后他来到一个房间内 托尼来到这里要找的人正是这一切事件的导火索尤利西斯 托尼看着尤利西斯陷入沉默 脑海中浮现的是他和好兄弟罗德的往日欢乐画面 这时候一个声音打断了托尼的回忆 托尼没有回头 但他也知道出现在身后的是美杜莎 美杜莎劝托尼赶紧回去 不要脑子一热做措施 但是托尼不停 他表示自己要带走尤利西斯 听到这个要求的美杜莎当然也不同意 就在谈话的时候 托尼听到星期五提示机甲发生破损 托尼人傻了 我都还没开打怎么就机甲破损了 是美杜莎发动了他的头发袭击了托尼 此时的托尼感受到大量的头发钻进装甲内缠上他的身血 而美杜莎依旧严肃地请求托尼离开这里 这时候尤利西斯听到声音缓缓醒来 他立即就被美杜莎缠住钢铁侠的画面吓到 隐形装甲内托尼被头发丝层层缠住即将窒息 美杜莎打算让托尼窒息晕掉 等他醒了再继续讨论 却不料托尼用隐形装甲的左手释放高压电流攻击美杜莎 顿时让美杜莎发出了剧烈的惨叫 受到电流攻击的美杜莎撞在墙壁上 然后就晕了过去 紧接着别的艺人也纷纷赶来查看情况 他们立即就看见若隐若现的钢铁侠出现在面前 猜到发生什么的卡纳克立即挥动拳头冲上去 卡纳克飞身一脚踹过去却被托尼及时躲开 他转身用腿再度横扫也被托尼快速避开 但他仍旧立即扑向近在咫尺的托尼 但托尼立即就抓住了卡纳克的手掌 紧接着托尼释放能量炮将卡纳克轰飞出去 水晶看见卡纳克被打倒后赶紧酝闪电 下一秒水晶释放电流轰在隐形装甲身上 却不料钢铁装甲立即发生了猛烈爆炸 一瞬间钢铁装甲就被炸成了粉碎 水晶整个人都傻眼了 托尼被炸得尸骨无存了吗 这时候姗姗来迟的野兽扶起美杜莎 表示那是托尼的远程遥控的装甲 和美杜莎打完后托尼就隐身跑了 而托尼还趁机把尤利西斯拉走了 他们赶紧扭头看过去 尤利西斯果然不见了 蒂利火问水晶要不要追过去抓人 但水晶拒绝了 因为托尼入侵阿提兰抢人 这种行为已经属于事项一人族宣战 事件的严重性已经不是他们可以轻松解决的了 当晚 视角来到三菲市 此时的惊奇队长已经接收到了托尼入侵阿提兰的消息 也同时知道了一人族抢者们正在前往史塔克大厦 一小会后一人族们来到了史塔克大厦 暴躁的卡纳克大喊让托尼史塔克滚出来 原工智能星期五表示一人族们无权进去大厦 卡纳克指着星期五一顿臭骂但是没什么效果 于是卡纳克直接越过星期五打算拆了史塔克大厦 美杜莎劝卡纳克不要鲁莽 拆掉大厦并没什么好处 就在这时美杜莎发现惊奇队长他们赶了 惊奇队长带领一众英雄和大量神盾局特工宛如天神一般从天而降 他是来劝一人族不要意气用事的 惊奇队长表示自己会为托尼做的事给一个交代 不仅会归还尤利西斯还会让托尼道歉 现在的情况是不要让这件事上升到英雄一人族与美国的友好关系 美杜莎表示惊奇队长该去抓托尼而不是来阻止他 卡纳克也表示惊奇队长本来就应该阻止托尼做这一切 美杜莎觉得自己的族人尤利西斯用能力帮助了惊奇队长预言的危机 结果惊奇队长就这种态度来处理这起绑架事件 惊奇队顿时没了脾气 表示自己今天也失去了罗德 所以他希望美杜莎能够给他一个机会去好好处理这件事 美杜莎顿时火气下去了一大半 他决定看在刚死去的罗德的面子上给惊奇队长一个机会 视角来到托尼这一边 此时尤利西斯刚刚从昏迷中醒来 然后他立即看到钢铁侠托尼史塔克严肃地盯着自己看 尤利西斯问自己干什么违法犯罪的事了吗 托尼说道 我最好的朋友死了 尤利西斯让托尼节哀 但他其实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甚至不知道大家在围绕他讨论什么 托尼再度强调自己的好兄弟罗德上笑死了 因为听从了尤利西斯的预言而丧命 尤利西斯表示自己不背这个黑波 紧接着托尼把仪器贴在尤利西斯的头上 然后他转身启动了一台仪器 表示自己不会伤害尤利西斯 但是他需要检测尤利西斯的预言能力的真实性 因此托尼要尤利西斯现在立刻预言一个未来 尤利西斯表示那又不是说能预言就能预言的 那是看时机的 自己根本控制不了 托尼二话不说上去往他的脸谈了一个脑巴帮 感觉到疼痛的尤利西斯大脑确实比刚才活跃了很多 也许尤利西斯受到刺激可以触发预言能力 尤利西斯让托尼赶紧放自己离开 但是托尼怎么可能答应 这时候星期五检测出了一些有用的信息 知道刺激尤利西斯有用的托尼打算继续给他一拳 当然托尼没有打下去 只是恐吓一下 事实证明恐吓也非常有效果 星期五检测到尤利西斯的大脑的确会产生异常的变化 托尼表示自己为了研究尤利西斯的能力冒了很大的危险 自己甚至会需要和朋友们打一架 托尼根据刚才星期五检查继续询问尤利西斯 他知道尤利西斯可以亲自看到和感受到预言的未来 那尤利西斯是从客观角度去看见未来的吗 还是他的性格和意识以及情绪和癖好都会影响预言的结果 尤利西斯听到这些的时候感到很奇怪 托尼表示尤利西斯完全有可能因为自己的偏好来影响预言 尤利西斯表示自己没什么特别的偏好 他表示托尼如果只是研究这些完全可以警察过的 而托尼表示自己的好兄弟因为他的预言而死 他可没什么好心情做哪些事 这时候托尼接收到星期五的警报声 是旌旗队长带着一众超级英雄来抓托尼了 托尼立即给尤利西斯解开身上的绳子 他弄干净尤利西斯身上的灰尘让他装开心点 表现的就好像没有在这里受到折磨一样 而他已经让星期五下载了一份尤利西斯的大脑模拟 这时候墙壁忽然被雷神之锤砸开 旌旗队长带着超级英雄们来到托尼史塔克的面前 现在托尼史塔克彻底无路可逃了 旌旗队长表示托尼做了一件很大的错事 可是托尼仍旧不认为自己做的事有什么错 因为旌旗队长通过尤利西斯的预言去对付灭板 结果导致了罗德上校的死亡和女浩克的重伤 事实上旌旗队长可能害死在场的任何人 猎鹰美队打断托尼的话 表示托尼绑架了尤利西斯 托尼立即搂着尤利西斯的肩膀表示自己很友好 尤利西斯沉着脸表示自己被托尼折磨 旌旗队长觉得托尼的精神状态不对 托尼则是觉得自己当然不对 他快要被这件事情折磨疯了 在托尼和旌旗队长吵架时 尤利西斯似乎很痛苦 当他再度睁开眼时眼珠子变成了红色 是尤利西斯的预言能力突然发动了 一幕极其恐怖的画面出现在在场所有人的脑海当中 城市陷入火海中 英雄们尽数死去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发狂失控的浩克 预言结束了 在场所有人都被这身临其境的痛苦影响 等他们再度站起来的时候都感到很不可思议 他们居然从尤利西斯那里看到了对未来的预言 而那画面就像身临其境一般真实 但那个预言的未来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尤利西斯也痛苦地跪在地上不停地说对不起 他流下眼泪 为自己预言到浩克杀害所有英雄而感到难过 视角来到犹他州的布鲁斯班纳秘密研究室内 正在专心做研究的布鲁斯班纳听到了一个声音 他扭过头 看到的正是一脸严肃的惊奇队长 惊奇队长问班纳博士在研究什么 班纳博士遮遮掩掩掩没有立即回答 问惊奇队长怎么找到他的秘密研究室的 但惊奇队长却要班纳博士立即回答问题 班纳博士只好支支吾吾地表示在研究基因工程 惊奇队长问班纳是不是在研究伽马能量相关的事情 察觉到不对劲的班纳问惊奇队长发生了什么 这时候托尼也出现在班纳的旁边 托尼让班纳博士先回答惊奇队长的问题 班纳博士依旧支支吾吾没有回答 他极力表示自己已经快一年没变成好客 所以自己这一年以来应该没有惹出任何麻烦才对 但是惊奇队长和托尼依旧一副严肃的表情 班纳感到不对劲 难道自己曾变成过好客惹出事却不记得 托尼想请班纳博士先出外面聊一聊 班纳博士感到紧张 为什么要出去 外面有什么在等着他 托尼安抚班纳让他冷静点 只要冷静点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紧接着班纳博士跟随托尼一起来到了外面 只见实验室外的草坪上站着大量的超级英雄 从X战警到各路英雄以及艺人族应有近来 班纳害怕地问自己到底犯下了什么弥天大罪 托尼表示重点就在这里 班纳什么都没做 感到慌张的班纳表示自己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 惊奇队长为班纳博士介绍了艺人族的尤利西斯 然后表示尤利西斯遇见了一个未来 同时在场的大部分英雄甚至还亲自看到了那个未来 而那是一个对布鲁斯班纳来说很不好的未来 班纳明白了 预言中肯定是浩克做了什么 那么预言里浩克做了多么严重的事情呢 托尼表示极其严重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英雄来这里预防那件事发生 班纳博士彻底明白了 英雄们是来等他变成浩克的 然后等他变成浩克准备闹事的时候杀了他 托尼表示这件事还在商量当中 因为他们也不确定是否要百分百相信尤利西斯的预言 但班纳博士开始变得激动了起来 他知道英雄们一定会动手的 因为他们不想看到不好的未来发生 但惊奇队长表示不对 他们不一定会动手 因为他和托尼对这个预言的未来有分歧 他们打算收集更多的证据来证明那个预言可行先 班纳问惊奇队长收集什么样的证据 这时候野兽拿出了一份能够证明那个未来可能发生的证据 他黑进班纳博士的电脑拿到了一份研究数据 数据证明班纳博士在用自己的身躯做基因实验 发现自己的研究被人盗窃的班纳感到很生气 野兽表示班纳博士一直往自己身躯注射巴马细胞 这个消息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所有人都认为班纳博士似乎是打算靠这个研究变成更强的好客 但班纳博士强调这个研究的作用是帮助自己抑制好客 但希尔特工没有理会班纳博士的辩解 他立即对班纳博士下达了代理病 班纳博士急了 他情绪激动的大声辩解自己没做错事 自己一整年没变成好客都是因为那个实验 而英雄们却居然因为这件事来指责他有罪 托尼看到班纳博士那么激动连忙劝他冷静他 就在这时候一发箭矢突然射出 一瞬间箭矢便贯穿了布鲁斯班纳的大脑 绿色的血液瞬间箭洒了出来 就站在旁边的惊奇队长和托尼全球目的这一气 但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时间去阻止 被贯穿大脑死去的班纳博士倒下了 惊奇队长和托尼仍旧沉浸在震惊中 从震惊中缓过来的惊奇队长察觉到凶手藏在森林里 快银猎英美队女为神之珠侠和木狼罗根等英雄立即冲了过去 但是在他们赶到的时候听到有人让他们停下 紧接着一把紫色的长弓被丢了下来 英雄们扒开树叶看到了躲在这里面的凶手 而这个人正是鹰眼巴顿 丢掉长弓的他伸出双手做好了被逮捕的准备 同时看表情可以知道他其实非常难过 被逮捕的鹰眼被抓到了众英雄的面前 惊奇队长问鹰眼他妈的到底为什么要杀布鲁斯班纳 美国队长也让鹰眼立即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不管美队怎么强调鹰眼都不回答 当他抬头时流下了悲痛的泪水 托尼史塔克生气地对惊奇队长怒吼 指责又一位朋友死了 而这一切都是他的错 但惊奇队长却认为今天的事情虽然超出意料 但仍旧算是阻止了浩克暴走俘虏的发生 紧接着一言不发的鹰眼被神盾局客宫押送离开 位在班纳尸体旁的托尼指责这都是惊奇队长的错 这件事是他引起的 又一个朋友因他而死 托尼流着泪的眼睛凶狠地盯着他并问道 丹福斯你还打算害死下一个人吗 惊奇队长面对托尼这番质问陷入了沉默 他立即让美杜莎戴尤利西斯离开这里先 情绪激动的托尼立即表示惊奇队长的决定是错误的 在旁边目睹一切的冠军小队讨论接下来怎么办 而他们都觉得钢铁侠说的更有道理 惊奇队长劝托尼不要再这么固扯 但托尼仍旧认为惊奇队长是个间接杀人犯 不久之后的曼哈顿联邦法院内 应演杀害布鲁斯班纳的谋杀案开庭了 代表原告方的律师正是叶摩侠马律师 马律师传唤上来的证人是换了身军中的惊奇队长 第二位被传唤上来的证人则是托尼斯坦克 他们都在讲述自己前往布鲁斯班纳住处的原因 都是因为尤利西斯的预言而要过去防患于未然 法官问他们能否指出杀害布鲁斯班纳的凶手是谁 无一例外他们都指认了戴着手铐坐在亭上的鹰眼巴顿是凶手 而鹰眼巴顿也在法庭上说出了自己杀害布鲁斯班纳的原因 他说道是布鲁斯班纳让我杀了他的 这件事还需要从几个月前说起 当时的布鲁斯班纳私下找到了鹰眼 把他约在一间很少人的餐厅内 班纳表示自己已经快一年没有变成过好客 紧接着他便拿出了一个小盒子推给鹰眼 当时的鹰眼还打去问班纳是不是要向他求婚 但盒子打开后里面装着的不是戒指 而是一枚特制的箭头 班纳表示这枚特制的箭头是专门用来杀他的 说正确点是用来杀好客的 鹰眼表示自己才不要杀了自己的好朋友班纳 但班纳多次强调鹰眼必须那么做 因为在班纳认识的人里鹰眼是少有感动手的人 所以他决定把能杀死好客的箭头交给鹰眼 班纳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不停地梦见自己再度变成好客 那种带来死亡的恐惧感让他感到害怕 他生怕自己某一天睡醒之后 发现自己真的变成了好客 并且还为这个世界带来了灾难 所以他希望鹰眼答应这个请求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那鹰眼一定要阻止他 鹰眼讲述完自己与班纳的约定 顿时整个法庭听审的人都议论纷纷起来 鹰眼表示自己和班纳博士的那次会面是私下的 所以没有第三者在场能够证明 现在的情况是鹰眼承认自己杀人 而鹰眼以前曾经做过反派也犯过罪 所以鹰眼可能会面临很严峻的惩罚 但鹰眼并不打算为自己开脱罪名 他只希望国家和人民能够记住他曾做过英雄 在电视机前看到这个审判的X战警 和穆朗罗根都陷入了沉默 这时候野兽向大家展示新的资料 他从班纳的研究所里发现了班纳的录像日记 日记里班纳亲口描述了自己将特制箭头交给鹰眼 请求鹰眼在自己变成好客是杀害自己的事实 马律师发现盲点 表示班纳的要求是杀掉好客 而当时的班纳甚至都还没变成好客就死了 鹰眼表示他知道班纳马上就要变了 他当世界第一的弓箭手那么多年势力极好 当时他都看见班纳的眼睛在冒绿光了 而且当时的班纳也情绪非常激动即将变身 最后话题回到了惊奇队长相信尤利西斯预言的这件事上 他觉得鹰眼按照班纳的要求杀掉了可能变成好客的他 这完美阻止了好客杀害无数人的预言发生 因此他相信鹰眼是公大于过的 但马律师却要求惊奇队长证明一下尤利西斯的预言可行 惊奇队长表示多亏尤利西斯的预言才成功阻止数十起事件 也因此超级英雄们才能每次都在危机发生前赶到现场 目前还没有任何一次预言是虚假的 更没有任何一次预言导致像今日这样的惨案 在英雄通过预言阻止这些反派或者灾难的时候 没有人像布鲁斯班纳一样被人谋杀 而托尼却对惊奇队长这番话感到愤怒 他想要证明惊奇队长是错误的 但马律师阻止托尼在这里发飙 因为这里是法庭 不能乱吵架 最后法庭对这起案件给出了最终裁决 审判结果便是英雄无罪释放 法庭与陪审团都认为英雄并没有犯下谋杀罪 但其实这起案件还有一个显为人知的支线故事 在首次庭审前夜摩侠接到通知被邀请插手案件 然后便发生了上述说到的各种剧情 但是在法庭进行审判的过程中 马律师发现法官不对劲 任何有利于让鹰眼脱罪的证据和辩词都会被驳回 甚至递交的关键证据班纳博士录像日记都被连续驳回 这种种迹象让马律师察觉到有什么阴谋在发生 他的同伴告诉马律师 肯定有人执意要让鹰眼判死刑 于是马律师化深夜魔侠夜闯司法部收集证据 而这一次冒险潜入司法部 还的确听到了不得了的消息 他看见邀请自己参与案件的女同事斯坦其乐 在与军方的人谈话 而军方的人表示他们已经和美国总统 以及各方党派谈了合作 现在美国总统和各方党派都同意颁布新的超级英雄注册法案 躲在通风管道内听到这个消息的夜魔下感到震惊 因为在十年前也就是2006年的时候 也曾颁布过一次超级英雄注册法案 美国政府想通过收编和控制超级英雄来避免更大危机 那一次是钢铁侠战注册派 美国队长战反对派 双方各指几件谁都不服谁 因此打得难解难分 最终是美国队长选择投降而宣告那场内战结束 而注册法案带来的后续影响极大 是激进且不可取的 这一次军方也想让注册法案再度成为控制英雄的枷锁 而他们推动法案执行的重要一步便是让鹰野巴顿被定罪 当世人接知一名英雄杀了另一个英雄的时候 舆论会自动将注册法案推到风口浪尖 同时他们还向法官施加压力 逼迫法官偏向定罪 而马律师则是被他们当作一枚眼下能力低的棋子来操控 得知这一切的马律师决定阻止注册法案被推动 他先是故意断了女同事斯坦其勒的证据 然后对鹰野进行了诱导性的询问 将他的杀人意图全部转移到班纳博士的执意请求上 然后马律师描绘了一起精彩的班纳变成浩克的惨案 种种行为都在引导陪审团们认为班纳一定会变成浩克的杀人 而鹰野巴顿在班纳变身前杀死了他是迫不对 马律师在化身夜魔侠和艾可亲的逼迫法官做出公正的裁决 但夜魔侠知道起码他阻止了第二起超级英雄法案的发生 言归正传 视角来到史塔克大厦 已经身处于自己的研究室内的托尼很头疼 两位智友的离开和惊奇队长的固执让他感到烦躁 这时候人工智能星期五表示他模拟出了结果 他根据托尼复制的尤利西斯大脑进行模拟 成功模拟出了预言的发生过程 现在星期五就可以模拟一遍预言给托尼看 而托尼和玛丽剑看到星期五模拟出来的未来后感到震惊 那么托尼到底看见了什么样的未来呢 下期视频 托尼成功破解尤利西斯预言能力的真面图 尤利西斯预言能力首次失误 但惊奇队长不相信 钢铁侠和惊奇队长彻底闹白 双方英雄展开混战 那么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欢迎各位观众在弹幕或者评论区中留言评论想看哪些故事 就有可能被选中作为制作成下期视频哦 也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说出想被爆菜名的菜品 真的很感谢各位观众看完本期视频 喜欢的话可以点个关注和评论留言点赞一键三连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很快再见